雪蒂对霍玉浩有多好 他帮霍玉浩击败过多少强敌 在明德堂遭受本体宗突袭以后 拥有近70万年修为的雪蒂 在阴差阳错之下选择留在了霍玉浩的体内 未来雪蒂更是在依赖克斯的帮助下 顺利成为了霍玉浩的第一个婚礼 只是原本的雪蒂性格清朗 并且他还对人类极度憎恨 正常情况下霍玉浩很难得到雪蒂的帮助 不过在雪蒂变成雪女婚礼之后 霍玉浩的种种关爱 使得他感受到了千所未有的亲情 这份温暖化解了雪蒂内心的孤独 正也如此 雪蒂才会逐渐将霍玉浩视为父亲一般 帮助他击溃降低 最终登灵神界 1.本体宗魂斗罗 当初本体宗突袭明德堂之时 本体宗宗主独不死 带领了诸多风浩斗罗强者 此次牵制了明德堂的顶尖战力 期间独不死为了带回封印雪蒂的风神台 从而派遣了诸多本体宗的魂斗罗强者 四处探索明德堂 实力兼有四环的霍玉浩 为了在这场混战中自保 选择利用模拟魂计变独不死的模样 就在霍玉浩拿到日月帝国的实验体 1号不久以后 一位本体宗的魂斗罗 便赶忙跪拜在霍玉浩的面前 将专有雪地的风神台双手放上 正当霍玉浩打算将拿到手的风神台 放入自己的处带时 独不死和静风神打斗时的剧烈震动 立刻被让眼前的本体宗魂斗罗强者 察觉到了不对 下一刻 这位本体宗魂斗罗 并果断向霍玉浩出手 以霍玉浩四环的实力 根本无法应对眼前的魂斗罗强者 后者的灵力攻势 令霍玉浩难以招强 无奈之下 霍玉浩只好利用风神台 去抵挡本体宗魂斗罗的攻击 随着这位风号斗罗强者一圈砸下 风神台也碎着碎裂 被封印在其中的雪地也缓缓现实 仅一瞬间 霍玉浩身处的涌道 便布满了后大一尺左右的冰精 此前霍玉浩所无法抗衡的魂斗罗强者 也在此刻变成了一具冰雕 而后霍玉浩便赶忙幻化出暗精孔爪 一击点炮了本体宗魂斗罗强者的眉心 使其彻底隐落 二 烈火星交书 后续霍玉浩出上浩天宗之时 他不仅在依赖克斯的帮助下 将雪地化为了自己的魂领 并且霍玉浩还在大明二明的告知下 得知王冬尔申患隐疾之时 为了赶在王冬尔的隐疾爆发检获得解药 霍玉浩当即便前往冰火两眼摘取相思断肠红 不过在得到相思断肠红之前 霍玉浩还去参与唐三所留下的两大考验 而第二项考验正式祭拜仙草烈火星交书 烈火星交书虽然只生长了万年时间 可他却在冰火两眼的滋养下 拥有了十万年魂兽的势力 相当于人类魂师当中拥有极致炙火的风号斗落强扯 然而鄙视的霍玉浩才刚刚达到五十级不久而已 想越击击败同样拥有极致属性的烈火星交书 可谓是难上加难 尽管霍玉浩的魂岛武器为烈火星交书带来了不少麻烦 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霍玉浩还是迈入了命轩一线的时刻 下一刻 雪女魂灵便从霍玉浩的体内尊出 紧接着 雪女竟开始吸收寒击冰泉的力量 这股力量让雪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成长 很快雪女变成一个小人的模样 成长为冰天雪女的形态 一时之间 整个冰火两眼都充斥着极寒的气息 在场众人仿佛是落入了亘古久远的冰川一般寒冷 即便是烈火星交书所散发的气息也被雪地所压制 很快 雪地便抬起自己牵袭的双手 在空中蓄影一下 在她的牵引下 饥寒冰拳喷涌而出 令整个冰火两眼都挂上了一股恐怖的寒潮 在寒潮和雪地恐怖气息的压制下 烈火星交书只好乖乖认输 让霍玉浩拿走相思段长红 三 太坦 霍玉浩虽然为挚爱王冬尔取得了相思段长红 可后续的乾坤问清古之行 还是令王冬尔引起突发 从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当中 唐三为了借由此事磨练霍玉浩 从而让大明和二明不允许霍玉浩见到王冬尔 在强烈的思念之行的影响下 霍玉浩仅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便宛如脱胎患鬼一般 一举达到了浑身境界 当当霍玉浩第三次前往浩天宗之旭 已然化身浩天宗宗主泰坦的二明 便亲自出手测试霍玉浩的势力 面对这位拥有超级斗罗修为的前辈 霍玉浩不敢丝毫留守 一上来便火力全开 霍玉浩通过灵魔武魂 压制了泰坦的灵魂以后 他便转化成兵闭帝皇蟹武魂 对后者进行疯狂输出 在雪地等魂灵的配合之下 霍玉浩施展出了兵地降临 以及冰雪二帝之骄傲两大决戏 尽管泰坦此战仅仅只施展了三成的势力 不过倘若没有大明化身的牛天出手 恐怕泰坦也会被霍玉浩和雪女联手中创 四 地天 浩天宗之行结束以后 霍玉浩便前往星罗帝国参军积累军功 以此在未来报复白虎公爵一脉 只是此时恰逢日月帝国发动大规模战争 难以招架的星罗帝国 不得已拱手让出了整座明斗山脉 为了能够帮助星罗帝国收回明斗山脉 霍玉浩不得不回到雪院搬救兵 此时恰逢贝贝和徐三世等人 积升到魂圣境界 因此霍玉浩便带着几人 前往星斗大森林获取魂灵 在此期间霍玉浩因生灵守望之刃 融合了生灵之金 而接受到了神界的召唤 然而这一过程却是被帝天所打断 因此霍玉浩也明白了 此极此生的最终目标击败帝天 之后在雪地的帮助下 霍玉浩开始迅速崛起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霍玉浩便成为了足以抗衡帝天的半身强者 后续霍玉浩便带着自身的七大魂灵 决战帝天 在霍玉浩与雪地等人的联手之下 斗罗大陆此时的最强者帝天 也被霍玉浩所击败 后者因此飞伤到了神界 成为一级神奇情绪之神 霍玉浩飞伤神界以后 雪女因此建设为神灵 从此自由地留在了神界当中 只是后来毁灭之神不满唐三的统治 从而发动了神界政变 在毁灭之神的谋划之下 唐三及其亲友全部被控制起来 唯有唐三的女儿唐武通和女婿霍玉浩 冲出重围逃过一劫 为了唤醒毁灭之神最后的良知 霍玉浩二人决定 前往沼泽森林的核心小狐 寻找生命女神 想要靠她的帮助劝说毁灭之神 不过就在二人即将抵达核心小狐之时 一头身长20米的雷龙降临在两人身前 还不等雷龙对霍玉浩二人发难 后者便已然召唤出雪地 一箭斩向了雷龙 在雪地的斩击之下 雷龙的脚上布满了厚厚的冰霜之色 只可惜这只雷龙的实力 已然达到了二级神奇的层次 雪地的攻击根本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伤害 之后霍玉浩为了不让毁灭之神 发现他们的行踪 不得不速战速决消灭雷龙 为此霍玉浩便果断将冰地召唤出来 让雪地冰地施展神迹冰雪二弟之骄傲 随着绝对灵度被施展出来 恐怖的低温也在刹那间达到了机制 这股力量足以令空间动静凝固 等到寒气散去之际 强大的雷龙并已然化成了一尊朔导的冰雕 再也无法动弹半死 而在霍玉浩将雷龙击败以后 她也是顺利见到了生命女神 由此逐步化解神迹的危机